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根据官推更新 在VTV泰国有匪仅播出的前24小时就超过了2亿次观看 是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之后几天的平均值呢在1亿次观看上下 同时泰国的APP观看呢排行也已经是位列第一了 这个成绩来到有点惊艳 也恰到好处 国内乌泱泱的一顿乱带节奏 各种姿势来拉踩 国外呢却成为了香宝宝 王一博的迷媚啊 都要爬香来抢人的节奏了 国内对于王一博热度跟风评呢 出现了两极的分化 粉丝和路人看剧明显有些有色眼镜的 有一个呢是爱的深处无法自拔 一个呢是白眼的各种挑色 真是自带官环的王一博呢 在无形之中都被人平头论足了一番呢 爱到极致就是黑 粉丝自嘲王一博的谢运就是干啥啥都行 做起来要人命的体质 电影《谢运》的外号 各位小伙伴们看剧就好了 保持想不开的心态 一再踩啊 只能够说明关注的人实在太多了 无心恋战 看下海外的口碑反而更为真实 他们是根据剧情的走势而平行而论的 肯定呢 是比国人那些尬财组的言论更有受处理 由斐开播 王一博的海外粉丝就集中蹲点等候 评论呢 更是一针见血 完全颠覆了以往对他的认知 这一次的形象华丽展示 演绎的跟前作品呢 是截然不同 依旧还是个美男子 这次呢 反而更接地址了 看看人家这个评论啊 谢运这个角色有了轻快的台词 跟灵动多变的表情变化 跟蓝王鸡形成的反差 令人兴奋 王一博的谢公子给人一种很有魅力的预感 继续追追当中 瞧着人家这个看剧的深度 人家看到的是角色不同的呈现 看到了表演细节的变化 总比尬吹尬评来的真实啊 王一博在海外的口碑呈现的是飙升化的走向 这个得益于之前蓝王鸡的成功 这次能够带着新作品再度席卷海外 靠的是更多的角色的差异 人物的特性 个人的魅力 有匪的热音在泰国 菲律宾 播放量直接等顶了 在韩日的风评更是此起彼伏 王一博的效应着实让人怒了 随着最新剧情的推荐 国内的评论度也随之发生改变 虽然豆瓣的评论一路看低 可是剧却是越来越香 渐入佳境 人物跟故事下更加的步入正轨 如果你不看好 还请不要无端诋毁 任人真真看剧才能够有资格去评论 就是因为太多的关注 太多的热议 让更多人开始慢慢关注到作品 各种的笑梗让人啼笑皆非 各种台词更是让人物更加鲜明的话 你还觉得它不香吗 无需带着对个人的偏见去看待一部作品 这是最大的可悲 海外的名媚周晴于王一博本人才会关注到这部作品 但是如果说作品的吸引度不够 未来会弃剧 也不会引发这么高的热议 如今的成绩只能够说明这部剧是成功的 请放下你的编制 好好看剧 海外的粉丝彩虹皮吹得过于上头 更多是奔着王一博本人去的 同样真实的感受却通过各种评论反映出来 这一次他演的还真不错 仙宇这个角色值得去深入探讨 爱撒娇 又懂得事故 更知道追媳妇 嘴巴抹了蜜儿一样的 谁人不爱呢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